海角7号的导演魏德胜新作 52赫兹我爱你快要在香港上映了 导演亲自带同一众主演来港出席首映礼 这次挑战拍音乐喜剧 歌声又是现场收音的 所以选角不是选演员 而是选了一堆没演戏经验的歌手 小玉、小球、舒米恩、米菲四人当主演 不知道导演觉得他们表现如何呢 非常好 因为其实我们的表演很困难 其实对他们都是算是新的演员 虽然他们是在唱歌上面也不是新鲜人 就是在表演上面都还算是新鲜人 那他们刚要开始表演就要面对 比一般演员还要多的考验 就是又要唱又要演又要好多的干扰 然后又要走位又要配合摄影机的什么一大堆的东西 我觉得他们算蛮辛苦的 在戏中演情侣的舒米恩和米菲 这天在现场表现亲密 看来拍完戏感情有所增长喔 没有因为我们之前有上大概两三个月的表演课程 所以在那个时候每日上课都有亲密接触 老师都有那种亲密就比如说搭肩或是身体靠近的一些训练 因为我是在电影才认识熟命的 所以那要突然很靠近其实对我来说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 所以还好我们导演很贴心 就是有给我们就上一些表演课这样子 每一次上课都会互相亲 那就是练习 练习 练习那个亲情